梦见掉牙齿是什么征兆 牙齿是人们身体上最坚固的东西 而从心理学上来说 坚固和信念有所联系 因此梦见牙齿掉了 也象征着做梦人原有的信念动摇了 口齿伶俐是形容一个人非常会说话 所以牙齿和一个人的人际交往有一定联系 而梦见掉牙齿就有可能预示着 做梦人最近在人际交往方面会出现问题 一般情况 牙齿的生长和一个人年龄是成正比的 而如果梦见掉牙齿 可能预示着做梦的人在面对各种问题的时候 会采用小孩子的方式去解决 另外牙齿最大的功能就是咀嚼食物 而梦见掉牙齿 可能也表示做梦人觉得自己太胖了 想减肥 除此之外 梦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生理的刺激 梦见掉牙齿 可能做梦的人牙齿本身就有问题 我们下期了 感谢观看